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么你明镜是以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你身体就比较健康啦 属羊的朋友呢 在健康方面 是没有什么大事 只要注意你的肺部问题就可以 肺部问题一注意 那你全部都是安然度过啦 在事业方面刚才我讲了 你可以赶赶的去冲 所以这个放心 因为今年有天女贵人看着 又有一个太阴贵人看着 所以你放心 至于在爱情方面 你也非常的有成绩 就是说你走了这么多年 原来你没有想到 今年真的修成正果 恭喜啦 生肖属猴子的朋友到了 所以那也恭喜你啦 那今年你可以达到你的分数为70分 为什么因为你有三台贵人 三台贵人在你的贵心里面出现 那虽然有一些雄心啊 有五鬼啊 官符啊 地煞 这个还小 你就尽量的放packing的时候 故意不要放packing 给他击中一个三万 那你的官非就没有了 因为今年你会跟人家打一场 一些小官非 那你就把这个硬结给破了 他就不会有这样的事发生了 那属猴的朋友呢 在健康方面你要注意你的十二指肠 跟你的小肠 所以如果超出50岁的一些朋友 你可以去做一个 直肠scope的检查一下 对你是好的 因为你的肠胃有一些问题 那在事业方面呢 有三台贵人在你放心 所以你也一样可以把你原有还没有做完的事业 还有你的梦想还没有达成 你可以招揽三个志同道合的一些同事一起把你的事业发扬光大 那至于在爱情方面 恭喜你 今年你也不错哦 你会看见一道曙光 就是说那时本来他不爱你的 现在好像爱你 现在你看他不顺眼 现在你好像越看越爽 有这样的感觉 所以 老子 rar 进学 我 我 垃 是